北 北洛大人 太好了 终于找到您了 你是 我是十六 风暴过后 我们马上就来墨里找您了 领导长说 让您快去杨平的医馆 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 他没来得及说 但肯定是很不好的事 我从没见领导长那么着急过 你们见到寄定组了吗 风暴来临前 他们有些人就已经去了那个津贴伦里 剩下的人守在外面 风暴来时都受了伤 正在休息呢 我知道了 我会尽快赶去杨平 我们从摇曳湾传送到 常识的杨平 去医馆来看一下 你杀了我 师兄 求你杀了我 我不想变成那样 宋平 这么重的魔器 哪里来的 我们不在的这几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师兄 不好了 丧陵阵 我们和天忆们的人赶过去的时候 那里 已经见不到活人了 只有魔器 只有摩 几百条人命啊 就这么没了 摩 懂了人家 不错 蛇骑阵 马山口 明高阵 还有德童 这几处都已经沦陷了 现在 又多了一个丧陵阵 德童 便是你们去过的那个村子 如今 已成死地 魔是怎么过来的 我猜还是和黑莲有关 这些城外的水域 都发现了莲花 或许 就如同那一晚的余姑娘 魔通过睡梦中的人 来到人间 原以为事情还算顺利 杨萍和杨萍附近的黑莲 都清理得差不多了 也没再发现其他种子 越来越多的做梦者 行转过来 可几乎是在一夜之间 又天翻地覆了 一便疏忽而来 我们根本反应不及 是个耳 什么 杨萍只不过是个耳 或者说是某种障眼法 把我们都聚在这里 难怪乌赵会说 他并不在意一时一地的胜负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他弄出来的 魔的一变 应当和天象有关 我觉得乌赵还没那么大本事 但他可以利用这些 用黑莲造出梦玉 在梦中指引魔族 不错 正如梦雨中忽然而起的 灵力风暴 乌赵也未必能够预测 但他因是早于我们脱身 在这几日间多有筹划 秋文曲说 他正在想办法弄明白 那个棺材底部的图案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觉得那些图案 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文字 虽然和曾经见过的文字 都不太一样 其中有几个字形的示意 比较鲜明 我们都猜测这是一段诅咒 恨意滔天 乌赵若是为了复仇而来 恐怕已经丧心病狂 只求杀戮 根本不管这人间 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几座城里 你们进去过吗 人手太少 接到传书的修行门派 就算清朝而出也还是不够 只能围城 斩杀从里面出来的魔 还要四处寻戒 防止其他一变 各门派仍然在陆续 调集人手 忍再多一点就好了 至少能分出一些 去毁掉那些黑莲 出了这么大的事 周府也已经开始集结军队 可军队又如何能对抗魔 我过一会儿也要走了 去蛇骑镇 提下长城师弟 之所以在这里等着 一是要和你们把事情说了 二是想请你们去探查一下燕灵 燕灵怎么了 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像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 完全看不到里面的倾斜 我们有人进去 却再也没出来过 我怀疑那里有某种法阵 我们这就过去 你问我们有没有入城 其实入不入城 也无太大分别了 方圆树百里 魔器冲天 黑雾缭绕 若说城中还有活人 怕是连自己都骗不过去 如今 只能尽力保住其他地方了 前往燕灵 我看到地图已经变样了 只剩一个传送点 孤零零的一个传送点 而地图的其他的这个地图 已经消失了 不知是否察觉了那些黑莲的力量 那个污罩竟有如此手段 想不到人间强者有存 只不过 因为他是远古之时的人吧 人族不是早就不能再随意使用灵力了吗 可别小看他们 没了灵力 他们也还有新奇的点子 总能造出些有趣的玩意儿 微末之计 何之一提 你呀 有空了该去人界转转 别老闷在这儿 人族可比你想的有意思多了 虽然单个看着很弱小 却是体察万物 造了各色各样的工具 如必实质 别忘了 天鹿城的剑术正是人传给我们的 照这样下去 我看即使没有翅膀没有旗 也不妨碍他们可以搬山填海啊 便是真的如你所说 也不知是几千几万年之后了 可有希望总比没有的好吧 看起来 人界之事比想象中还要繁杂 王上不会那么快回来 回来又如何 你不认为我 以他的妖力 本就无甚注意 这话怎么说的 当初可是王上重新开启了天鹿城大阵 而某个家伙 却在床上躺了好些天 我相信北落以后 会是一位强大的王 我们要做的只是等待 我去寻城了 你伤大人不好了 什么事 有厉害的魔进入光明眼 不 不是 光明眼 光明眼的平章整个裂开了 群魔涌入 出去寻尸的战士死亡过半 队长也身受重伤 好 的确无法看清其中 我放出精神力毅然 我们进城 请留步 不知少侠你是 我叫北洛 是从灵星界那里得到消息的 正要进入燕陵探场 原来是你 师兄确实实有提起 那想必他已经有所安排了 我们是否也一同入内 不必 他让你们仍按之前定好的来 这样那你可千万要小心 我们风鸣守在此地 就是没见过任何一只魔出来 越是如此越嫌诡异 是啊 而且听说早前有几位道友 行险进入 一事再无阴险 我会谨慎而为 多谢告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和你分头查看 被细小锐气 被什么猛兽坑咬过 腹部也有是细小锐气刺穿的伤口 我还在这儿捡了一些药材 血肉以枯竭之相 枯竭之相 他送了一朵花给我 这几个人身上都残留了一些魔器 但致命的伤口却不完全一样 其中一人的头颈处 甚至还有一丝野兽啃咬的痕迹 难道出现了我之前从未见过的魔 他们并非死于睡梦之中 倒像是往城外逃离时遭到袭击 我感觉不到任何活人的气息 这些巨大的植物似乎有隔绝之能 或许来自于碑渊海 魔狱的一处 离天路程不算遥远 据说在那里盘踞着几只大天魔 但我从未亲身踏足 就是说 真正厉害的魔 很可能也已经到了人间 或是这种植物拥有灵质 能够穿越梦境 要往更深处去才能弄明白 我看在魔器的影响下 连这些缠绕的树枝 都给我一种活物的感觉 哇 这 这不是妖兽 倒像是遭魔狱植物寄生的 寻常兽类 那它们还留有自己的意识吗 很难 但魔狱的植物既然选择了寄生 必定是要依靠它们 去做原本做不到的事 我猜 还是同行动快慢有关 若是如此 植物不该会主动去杀死 这些野兽 这几根枝条 也同样失去了生机 会不会是修行门派的弟子看的 烟袋水晶 大家还是要拾取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 在我们锻造 一些高等级的铠甲的时候 用得到 前方这里的话 好像被一条河水挡住了去路 我们只能从这绕过去 前面的魔器变强吧 两个人 我们现在的攻击力是很强的 但是我们的防御力稍微有一些弱 因为我们穿的盔甲还是最开始的 在其他难度下其实无所谓的 但是在最高难度下 还是需要随时更换铠甲 不然的话会比较难的 我劝你们还是慢点 不要急着进入燕陵深处 说不定还会有些更好玩的事 污兆到底在磨蹭什么 让我去拖住辟邪一阵 那不是拿我的命在玩 还有贺冲那个废物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呢 我把河冲带过来了 他和梦魂之融合得太慢 害我等我好些时候 去吧 从这一刻开始 你就是燕陵真正的镇眼 可不要让污罩花在你身上的心血白费 是 我定然让这座城里不留活口 他这样不会变成个疯子吧 疯子 梦魂之可不能无中生有 只不过是让人心里的念头 更强一些罢了 我们的老朋友赫冲 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这里我需要从他跳过来 稍微有一些晕了 这里我们应该还有印象 就是先前我们在燕陵探查过的聊天 似乎彼此敌视 野兽被杀之后留下尸体 而魔则直接消失 城里的人若是死于野兽之手 身上会有一条留下的细小孔洞 若是死于魔族之手 血肉铺结之相 则更加明显 燕陵的人 绝对不知我们看到的这些 一定还有活着的人 由于现在是我们的AOE阶段 所以把我们的技能换成力效 来清场 提高一下我们的战斗效率 并且给我们的战斗效率 表现会是直接变成了 尽管我 我们的战斗效率 将军战犯 对不妙地 这些温暗 暂备 的 把我 这里每一场战斗的经验值都非常的高 4000就多了 如果打的敌人多多的话 4000就多了 打的敌人 解决了这些敌人之后 获得了4800的敌人值 同时我们顺势升级 我们来找一下路 继续前进 我们看到整个烟灵城 已经完全被这种 莫名其妙出来的这种藤蔓 包围住了 依稀还有一些当年的影 不能说当年了 游戏中可能也就过去的 不是很久 从这个破损的防粮上往前走 下面有些敌人 解决这场战斗 如果没有参数的话 前面应该快遇到贺冲了 赫冲 烟灵城 烟灵城也不过如此 到如今还不是任我宰割 死了 闭邪 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再见 你一定很焦急 是不是忙着找城里的活人 不用费工夫了 来我这儿来湖边 活着的人不多 但也不少 不过 你要是来得太晚 我等得不耐烦了 就会手痒 我一手痒 可能就忍不住宰掉一两个 你最好快点儿了 他的话不能尽心 我知道 烟灵城内恐怕是有某种法阵 空间乱流不同寻常 我即便直接穿过去 也不能保证落在哪里 我们分头行事 我往湖边 你去别的地方 参加好博物学会 一定得去看看 我 情势紧急 你不必一直跟着我 我们分开 对有些人而言 说不定就是一条生路 而且 你也应该相信我 好吧 退一步说 就算再有万一 我们也要 还是在同一座城中 若有变故 即刻试剧 赶去湖边 找到鹤冲 这里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就是 我不知道先前那种木头 咱们要怎么夺躲过他的攻击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非战斗状态的时候 我们是无法 快速前冲 或者闪避的 这里我来看一下 我的新闻系统 有没有新的点数 因为刚刚升到极 发现果然有了 那我需要 点一些新的技能了 我们的等级 还是不怎么高 多出来了 多出来了一格 要点到哪里呢 分水 换影 弹反 好 这里没有了 多说 打算 太阵险了 少给我废话 疼死了 疼死了 霧照怎么还没好 吴赵在哪里 他 他去了辟邪王城 去那里做什么 当然是为了 天路城 吴赵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嘛 鬼师出手 那自然是惊天动地 他说要把光明野的屏障给打破 辟邪王城和光明野用的 不也是类似阵法的玩意儿吗 世间万物都是同理 这对吴赵来说 简直太熟悉了 吴赵为什么要去对付天路城 他又怎么会知道这些 想知道总有办法的 至于为什么去对付辟邪 当然是因为你啊 他先前和你说过了吧 你叫北洛是吗 我会送你一份永生难忘的大礼 所以我让你们先别急着往前嘛 阴陵城里也不是什么好应付的地方 现在辟邪那边又出了大事 你的力量短时间内 应该只能穿过一次空间吧 要是回去了 可就不能再轻易回来了 吴赵说他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你要想清楚 一边是自己的亲族 另一边却是非亲非故的凡人 哦不 阴陵城里好像也有你的朋友 这 乌赵让传的话 我也传完了 你看 是不是该把我给放了 喂 这些可都是乌赵干的 我只不过来说了两句话 别别别 这个是我的分身 又杀不死的 不要白费力气啊 闭靖 我把天鹿城交给你 毕行 你实在是太慢了 第一个人 我要开始了 先学谁呢 就找个白白嫩嫩的小丫头好了 哭 哭又有什么用 废物 只有废物才会任人屠宰 死了也是活该 这回伤得太重了 都不知道要吃多少魂魄才能恢复 这位 果然还是跟从前一样 雷霆之怒 我要不要先去躲躲 这舞爪自己玩吧 不过 他真的要选燕灵吗 这样的话 舞爪恐怕会更加愤怒 我感觉如果我们主角选了燕灵的话 就跟当年静云的做法可能比较像 我是这样猜想 而我们的主角绅士或者说来历 想来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第二个 无法使用猎空什么鬼 笔邪 你都不说点什么吗 要不要求我放过他们 求你你会挺手 当然不会 那样还有什么意思吗 我就是要看你不能为力 无可耐得 高高在手的辟邪 不也没办法一下子 你人死我这个半腰吗 我们让贺冲啊在那说话 无所谓 我们先吸一下血 随后我就前去找他 这里的话 应该是要从房顶上过去 所以我刚才不应该跳下来 不过也没关系 我们吸了一下血 经验值也太高了 这个地方 都让我有点想 忍不住留在这里练击的 那种想法 这场战斗是不得不打的 打完之后这些魔物会变成 这场战斗是不得不打的 这个藤蔓 跟我们爬上来 这个藤蔓 跟我们爬上来 得不打了 一瞎了 快来 快来 回去 阿圣 我还以为逃不掉了 表妹 你们终于回来了 我好担心 小鹰子 外面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形啊 有很多的魔 我原本想去学会那边瞧瞧 可根本走不远 更别说出城了 可做梦一样 野兽也被那些植物控制了 在城里四处跑 人被他们身上的枝条戳一下 就死定了 难道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别灰心 我们再想想办法 那是 是老管 他儿子昨天就当着他的面 被怪物拖走了 到现在连个尸体都没法找回来 夜离开时 他就有点疯 就是那个怎么劝都不听 一定要自己逃去城外的 他还弄坏了法针的一脚 还曾殷届修补了半个晚上 我把老管弄去休息吧 圣扎又有什么用 没活路的 那些怪物早晚会复我们儿入 我们都得死 都得死 表妹 你要不要也去歇歇 你都好多天 没怎么睡觉了吧 没事的 我想再检查一下法阵 这里的 还是交给表姐你看着 嗯 好 我们现在开始操控岑英 前方会有个支线 岑姑娘 你这是 这里面全是些药 现在受伤的 病倒的 都被安排在北面的房子里 我帮着把这些拿过去 用起来也方便 辛苦了 这算什么 最辛苦的是你才对 要不是有你布下的针 我们大概连半天都撑不下去 那边是怎么了 岑小姐 蔡家的两位老人家刚被发现 发现什么 他们留书自尽了 自尽 为什么 说是自己年纪大了 不想再这样每天担惊受怕 倒不如 倒不如先走一步 也算是省下口粮给年轻人 岑小姐 岑小姐 我 我没事 你们要是有空 就去帮帮蔡家吧 让两位老人家入土为安 我正是要去喊人 他们家里的人伤心欲绝 怕是一时缓不过来 我跟你一起去吧 罗叔 我来检查一下法阵 哦 好好 我一直盯着 眼睛都没敢多眨 岑小姐 那些怪物 他们是不是马上又要来了 我也不知道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守住这里 那 这个什么法阵 会不会忽然不灵了 要是不灵了 那些怪物就会闯进来 我 我们 只要灵石的力量没有耗空 法阵就不会轻易失灵 所以 你如果看见这些石头 没有了光彩 一定要马上和我说 好的 好的 要是一时找不见人 就放出我上次给你的那个干火 烟火冲上天 我自然会看到了 岑小姐你放心 我肯定定得牢牢的 灵力还很充足 小鹰子 爷爷 是不是觉得很累 我不怕累 我只是想不到 还有什么能做的 灵石已经快用完了 大概连三天都撑不到 我不敢告诉别人 因为说出来 只是让他们更加着急害怕 这不是比武 也不是交战 人对上魔族 再强壮的身体 也没有多大作用 根本无法可想 小鹰子 也不是交战 爷爷有些后悔 要是当初 把你像寻常女儿那样养大 你现在或许 就不用这么累 也不用背这么沉的担子了 爷爷说得不对 哪里不对 哪里都不对 我一直觉得 自己比其他许多的女孩 都幸运太多了 读书识字 习武强身 外出游历 从小到大 你都告诉我 女孩也没有哪里比男孩差的 就算有人找你告状 说我丢了岑家的脸 你都会把他们骂回去 既然男的女的都一样 我能出力就该出力 哪有什么儿女之别 小鹰子 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 庆幸自己的所见所学 你是个好孩子 比爷爷想得还要好 是我看低你了 其实我也只是个胆小鬼 就想着一定要守住 一定要守住 说不定再坚持一天 外面就会有人来救我们了 说不定转眼之间 北洛他们就会从天而降 他和云巫月那么厉害 一定会想办法的 到头来 我还是指望着别人 小鹰子 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别对自己太苛刻 陈小鹰子 那些怪物 怪物又来了 这次我们解开了 看一下有什么东西 获得了固园三和土抗二 这是非常好的镶嵌的宝石 捡完箱子之后 我们回到这个亭子 这个入口 从这儿上去 继续前进就好了 第五个了 再磨蹭下去 等你赶到这里 大概只能看到 一定的尸体 心灵 心灵 王碧姐 你不想知道天后城 发生了什么事了 就算是辟邪族 失去光明眼屏障 被有心之人算计 又能有几番手机呢 等到战力强盗反而是错 这能够很强 就能被齐勒多撑 那毫无力量的凡人 更值得先去拯救 你也觉得那些人族无用而为罪吧 这些人族无用而为罪吧 这里我们又遇到了这只星魔 你也不必太过分了 毕竟你不是在辟邪族里长大 我并没有多少情景 就像那些辟邪都死了你 与你有没有缺 毕竟你不是在辟邪族里长大 你不想知道天后城 发生了什么事吧 不许可不是在辟邪族里长大 就算是碧邪族里长大 失去光明眼屏障 被有心之人造极 又能够几番圣经呢 这都这么强大反而是错 这么因为很强 就会被齐勒多撑一颗 能讓毫無力量的凡人更值得先去拯救 哦,你也覺得那些人族能容得來壯吧 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你根本就不認識 不過,你也太誇張了 畢竟你不是在辟邪族裏長大 和他們沒有多少親戚 就算那些辟邪都死光了 與你又有什麼關係 第二次遇到她的話就很簡單了 我們都知道她的攻擊方式了 並且我們也在這個進度的時候 也能夠很熟練地運用格擋 所以說很好打 只要是注意這個狹小的空間 那也不要被她那個泥沼 那個泥潭給困住 減脈磨的移動速度就可以 很容易地打過去 都什麼時候了 你們兩個禁錮著下棋 難道肚子也不會餓嗎 哦,夫人稍待 這局勝負幾分 哦,我看到是未必 夫人有何高見 你的情勢固然是好 但北落的布局細究下來 卻又隱含分兵之意 他若願意捨了此子 局面當會不同 師娘知我 若是捨去 也還是一招險棋 此子已經阻了老實一陣 建成弱勢,戰力微小 自然是當斷則斷 不如保全強兵 北落的歧路向來是殺法果斷 意氣伶俐 要是真在戰場上領軍 怕是個蕭勇善戰的大將軍 夫人 好了,我知道你不愛聽這些 是我失言 可倘若沒有將士在邊關浴血而戰 又哪來的太平日子 我只是覺得 北落如今要學的東西還有很多 待他心性穩了 再談這些道也無愛 老師,師娘 請不必因我爭執 我自然明白 下棋只不過是手底談兵 真正的性命 又怎能等同於棋子 生而在世 既不是息息玩樂 也就不能輕易著殺 輕易取捨 當是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 早 解决到刚才的新魔之后 我们好像升级了 因为我们的血量都变了 哇 我又忍不住吸了一口凉气 我又被这个树枝交作人了 不知道怎么闪躲他的攻击 刚刚试了一下格挡也不行 那只辟邪好像被自己的新魔缠住了一阵 叶长庚说 他的身上还残留着一点梦魂之的力量 看样子不是假话 不过他很快就挣脱了出来 到底是王辟邪 竟然还是选择了人族 为了那些无用之物 放弃了自己的亲族 令人憎恶 奇怪了 妖族也好 人族也好 大多数不都是看中血缘胜过一切吗 怎么总有这样的傻瓜 弄不明白他们在想什么 石九 你和乌赵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啊 他忽然费这么多的心思 去对付那支辟邪 而且那天 他提起了百神祭祖 乌赵在想什么 我们又哪能猜得准 思维你要去哪里 去乌赵的身边 可他不是让你守在阎陵吗 这一回他的力量好趣太多 如今又是孤身一人 难道夜长庚找来的那个什么天魔 会真心跟乌赵一起吗 你不想再看看这座城里的那些人 苦苦挣扎的样子吗 当然想 但是乌赵比他们重要 反正这儿的人 也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我还以为乌赵会放过燕灵 毕竟当初他在这儿住了一段日子 对城里的新鲜玩意儿 也有点兴趣的样子 不过人族嘛 自相残杀 我是很爱看到的 陈小姐 这一回外面的怪物太多了 他们一直想撞进来 怕是要顶不住啊 灵石消耗得太快 不行 再这样下去 法阵会崩溃 坚持不了多久 他们 他们要闯进来了 哼 怎么能从学会那儿来到岑家的 找准石鸡 石鸡 那种怪物和被植物寄生的野兽 彼此敌对 他们要是正在相互厮杀 就不太过得上旁的 何况我和老师只有两个人 躲藏起来也更灵活 真的遇上了危险 就祭出灵活冲 不愧是吴师兄 真是累死了 得趁着换班 抓紧时间睡一觉 管波宁怎么出来了 这天都快黑了 还是在屋里歇着好 窝了一整天 我和丽儿 出来走走 哦 完了 得坏事 我就知道 这么说来 虽然看起来跟火冲很像 却是需要灵力才能发动的 嗯 不错 乌伟本就对这类东西很感兴趣 常年研究 从北洛他们那里得到的灵力 还有你带来的魔器 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现在这里面装的灵石 也是你上回留下的 太厉害了 如果能想办法多做一些 那么人就算对上魔 也不会完全束手无策了 眼下还是要依赖灵石 但我和老师都认为 既然灵力也是力量的一种 就迟早会找到 其他的替代之法 嗯 我觉得 有怪物 有怪物在残敷里面 法针的哪一处坏掉了吗 不 好像是怪物 变成了管博儿子的模样 管博以为他回来了 我不是说过 不管怎么都不能轻易开门吗 这怪物 怪物 怪我没看好老管 他力气又大 打晕了看守的人 把那只怪物放了进来 天哪 天哪 又来了吗 岑姑娘 大事不好的 你把这灵石都碎掉了 灵石块我要冲进来了 可先生 你和吴师兄 你们两个去西面的地窖躲起来 那里不大 但挖得很深 或许还能 让老师去吧 我和你们一块 不行 你和格先生都要去 路上我来护着你们 法针崩溃 很快就有数不清的魔涌入 就算用灵火虫 也是杯水车薪 这个灵火虫 只要能大量的做出来 我们 人 就还有一搏之力 所以 你们两个 一定要活下去 表妹 那些怪物进来了 我们快逃吧 救命 陈姑娘救我 按说 北洛应该在这个时候 突然赶到才对 按照小说的剧情 原来是阴无怨 阴无怨 太好了 大家可以活下来了 小鹰子 这就是你说过的那位 嗯 傻丫头 哭什么哭 这么多天 也没见你掉过一滴眼泪 怎么现在反倒哭起来了 我 我是太高兴了 我们看到这一头野兽 被那个 被这个下等魔给动了 做捡自负 我们把他们解决掉 吃一口药 继续前进 这条路不对 我们找一个地方 可以群怪的地方 攒一下站一直 就怪我 不够集中 算了 换一个地方 这里还有两个契约族群 可以收 可以这个收服 收服 好像必须要把这些人打败才可以 就像先前换出来一个树干一样 这个东西四处喷毒啊 实在是太恶心了 我们看到 我们的裂空技能 这个设计 我感觉挺有意思的 就我们在使用裂空技能的时候 会被敌方的一些优异技能等等的打 从空中打下来 把他们解决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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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前面这个地方 是有两只 是有一些场景任务可以完成的 就是我们的收服契约族群 我现在在在找 怎么咱们怎么才可以过去 就是 你要敢跑去城外 会被老虎一口吃掉 我没有骗人 等我长大了回来 就把你们统统杀掉 这里我们看到这三个小孩 其中说这个长大以后 就把你们统统杀掉的 应该就是贺冲 我们从发现了贺冲 那些小孩 这个凉亭 这个凉亭 这个凉亭就在这儿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 我们从这儿 往这儿走 我在这儿 还是迷了一段时间路的啊 从这儿往这儿走 然后咱们上来 跑到这树上走 走这个树路 从这个树上一直往上绕就行了 这里跳过来 来到这个防顶上 跳上来 更高的防顶 然后从这儿 就是每一次都往更高的树枝上面跳就可以了 这个看着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这样往下走就没注意啊 而且这个高度感觉像跳不过来一样 其实是可以的 跳上来 从这儿如法炮制 跳过来 跳过来 这儿我们从这里下来 前方就能遇到 这两个族群的首领 打完之后就能获得这两个新的契约族群 听起来还是收服一下 一种叫做什么什么狐狸 一种叫做 呦 不知道怎么合适掉了一下血 就是咱们这个裂空技能毕竟是不带无敌的 用手还是手 他们攻击力和血量都非常的高 好 这里我赶紧嗑一下右 好 这里注意好躲一下红的技能就可以了 黄就是 黄箭头的技能咱们格挡就行 像现在这样 这里得闪避一下 没关系 已经就快要 可以使用我们的战役技能了 到时候一个利息要把他们带走就可以了 我看 因为我的这个装备防御力实在太低了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契约手脸干掉 我们就获得了花辫胡 以及贡猪兽 这两个新的七月族群可以给我们干活了 这里有一个宝箱我们来开一下 我们打开 这里能够获得非常好的剑链精 这里我推荐咱们先用剑链精 就是低等级的剑链精来升级 有时候一些咱们这个剑升的等级高了之后 一些比如说裂等的剑链精等等 咱们就浪费了 感觉就有点太浪费了 我们现在在这主要是来过来收 收服一下这两个七月族群 应该是这个烟灵一变之后 我感觉这个七月族群应该就是不能再收取了 如果打的比较快的同学可以解惑一下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 然后呢我们再继续推进我们的主线 打烂这个树木 这里有一个宝箱 随后前进出发剧情 第七个 既然你来了 就让他们多活一阵 嗯 不 小心 还活着 死了几个人之后有点吵 我就让他们看不见听不见也不用发声了 怎么 你觉得可怜 有什么好可怜的 杂碎就是杂碎 一点本事都没有 死了也怪不到别人 要是我今天比他们还弱 这些人也绝对不见手软 不是谁都会对别人刀兵相向 大少爷 你以为只有死才可怕 这世上好些东西比死要难挨得多 像你这样的天之骄子 从小到大吃过一天苦吗 你知道饿是什么滋味 可是什么滋味 那么是眼下这些在岸边的人 让你饿 让你渴 难不成 你还想说冤有头债有主 我宰了他们 有什么道理吗 弱肉强食 就是我的道理 我宰了我宰了你 我们在沉沛中为辞的